1月2日是槟城慈激幼儿园开学的日子 4岁班孩子第一次踏入校园 来到陌生的环境 心情难免有些紧张 离开父母的怀抱 4岁班孩子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独立 他来到这边 他最喜欢就是这个最新环境的就是大潮场 一看到潮场就是跑 从头跑到尾 然后还有就是沙池玩沙 我自己也有了解到就是在于慈激这边 他的这个新环境很适合我的孩子 因为他过冬嘛 他这个环境很大 然后很适合他去消化他的体力 有人欢喜 有人忧 孩子们第一天上学的反应各有不同 其实他一向来在家他还蛮稳定的 但是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爸爸有在的关系 所以他会一直舍不得 他会一直要出来 一直要我们跟他在一起 进去里面这样子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虽然孩子们在适应新环境时 状况百出 可是老师们用爱与关怀 安心住了孩子们那颗忐忑不安的心 大爱新闻 抗疫先生 二文 马来西亚 槟城 采访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